大街上四五名警力壓制男子 他情緒失控 掌反抗不停 大火大叫 男子身材壯碩 極度不配合 連褲子都快掉了 警方又把人戴上警車 因為他不久前出手殴打 一名75歲叫車駕駛 導致對方心臟病發 好像情緒不穩定跑去打 那個白色客車的駕駛人 被攻擊的人推倒 然後阿公才反手 反打他 地點在台中市北區 中國富裔旁邊會發生衝突 其實是有公車司機 為了閃避前方一輛白色轎車 不小心跟計程車發生碰撞 三方駕駛下車離論時爭吵聲太大 導致來醫院就診的靈性男子 突然情緒失控 上前追打轎車駕駛 他不敢被打 也回擊 結果轎車駕駛疑似心臟病發 倒地不起 搶救三天後不治身亡 令經家屬及相關單位認定 零性犯嫌需強制就醫 目前已送醫院強制就醫診療中 死者的心臟曾經撞過支架 疑似情緒起伏太大 病發身亡 而動手的零性男子跟這場車禍 一點關係也沒有 卻出手歐打不認識的轎車駕駛 被警方遺重傷害致死罪 移送罰辦 記者 楊勝利雲傑 台中報導 記者 楊勝利雲傑 台中 記者 楊勝利雲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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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者 楊勝利雲傑